第345章 燕京第一美人严青木 听闻叶寒这话 张老爷子 严老爷子 以及站在严老爷子身后的年轻人都相当的意外 叶寒竟然和严子寒认识 严老爷子他们根本没有听严子寒提过这事情 看着此刻一颗芳心乱跳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严子寒 叶寒笑道 严小姐 难不成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听到这话 严老爷子问道 子寒 你跟叶寒认识 严子寒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一颗思绪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现在 他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小男人 哈哈 老狐狸 没想到你家子寒竟然和小寒认识 这可是一种缘分啊 张老爷子大笑着说道 严老爷子笑道 确实是缘分 子寒 既然你和小寒认识 那你们年轻人就多聊聊 去吧 不用陪着我 严子寒听到这话 还没等他拒绝 叶寒就笑道 严小姐 请吧 正好我也想跟你聊一聊 闻言 严子寒瞪了叶寒一眼 转身走去 叶寒也跟在他的后面 严老爷子见到严子寒和叶寒都离开了 他的目光落在叶寒的背影上 心里面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像 真像啊 老狐狸 你家子寒年纪也不小了 我看他和小寒的关系 好像不太一般啊 不如咱们来撮合一段姻缘如何 张老爷子看着严老爷子这样笑道 严老爷子笑道 张老头 年轻人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 没必要参合进去 可能到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 也对 就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缘分了 听到张老爷子和严老爷子之间的谈话 站在严老爷子身后的年轻人眉头一皱 不着痕迹地离开了这里 怎么 难道真把我忘了 张家大院一处僻静之地 叶寒看着走着默默不语的严子寒 说道 那一夜的事情我很抱歉 不过你放心 我叶寒不是那种提裤子不认账的人 做了的事情就会认账 我会对你负责的 负责 严子寒冷笑着地说道 你想怎么负责 我严子寒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我不需要施舍 那一夜都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所以我不需要你负责 更不需要你的施舍 如果你叫我出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的话 那么我想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了 说吧 严子寒冷着脸转身离去 一滴青泪在他的脸上缓缓落下 怜悯施舍吗 这就是他们两人再见之后的谈话 他严子寒不需要 虽然他对这个夺走了自己第一次的男人 确实有几分感情 见到这里 叶寒真恨不得给自己两个耳光 严子寒 你是我叶寒的女人 现在是 以后也是 这辈子已经注定了 不可更改 看着严子寒的背影 叶寒霸道地说道 这话 使得严子寒的娇躯一颤 更加加快步伐离开了这里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叶寒 见此 叶寒叹息了一声 对于严子寒 其实他没有任何的怜悯和施舍 属于他的责任 他不会逃避 只会将这份责任牢牢地抓在手里 日后慢慢补偿他对他的伤害 虽然这样使得他有些花心了 但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能如何 这时 在严子寒走后 一个青年慢慢地走了出来 目光淡漠地看着叶寒 其实这青年在旁边偷听 叶寒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有去揭穿 我不管你和我姐有什么关系 但是 以后你离他远一点 你可以当作这是我对你的警告 青年看着叶寒冷漠地说道 你是严真 叶寒抽出了一根烟 给自己点上 这样说道 不错 既然你知道我是严真 那么你就应该知道 我是不允许你跟我姐有什么瓜葛 严真说道 叶寒笑道 你这警告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以后 你就等着叫我一声姐夫吧 说吧 叶寒笑着离去 使得严真一脸铁青地看着他的背影 冷笑着自言自语道 只怕你这是在白日做梦了 因为你能不能活过今天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还妄想以后 叶寒来到大厅的时候 严子寒已经重新站在了 严老爷子的身后 这会儿很多宾客都已经到了 叶寒回到了林伯墨他们的身边坐下 他注意到在张老爷子那一桌 除了刚才的白老院长 以及严老爷子除外 竟然还多出了一个儒雅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是谁叶寒不知道 不过让叶寒意外的 是在他的身后 站着当初守护男公子勋的那个老人 这个老人叶寒只知道他姓高 其他的一无所知 在叶寒观察儒雅中年的时候 这时 只见到大厅的院子里面 走来了两个容貌极为出众的女人 她们的出现 几乎是在刹那间吸引了所有宾客的目光 什么叫倾国倾城 貌如天仙 这就是 那一贫一笑 都是这世上最让人瞩目的风景 而这两人 其中之一就是 二十年前燕京第一美人严清墓 第二个女人 则是如今亚洲第一女神 男公子勋 她们两人站在一起 足以将这世上任何女人的魅力 都比下去 燕清墓和男公子勋的出现 使得一些宾客目光 都痴痴地望着她们 这些宾客当中 有些人二十年前 是燕清墓的爱慕者 如今 他们依然痴痴地恋着她 纵使岁月消逝 也没有更改 男公子勋身为亚洲第一女神 来到这里的年轻人 自然也是她的爱慕者 好漂亮的女人 没想到这世上 竟然有人在容貌上 可以和男公子勋 这个大明星一较高下 甚至 比男公子勋更有魅力 看着这出现的两个女人 林伯墨感慨地说道 叶寒也有些惊讶 那妇人的美貌程度 只怕她年轻时候的风华 比现在更甚 放在二十年前 男公子勋只怕都比不过她 在周围宾客目光的注视下 严清墓和男公子勋 一同走到张老爷子 他们那一桌 只见严清墓对着张老爷子 笑着说道 老爷子 恭喜您老身体得以康复 今日少雨大婚 这可是喜上加喜的事情 清墓在这里恭喜老爷子了 要不了多久 您老就该保重孙了 张老爷子听到这话 高兴地笑道 清墓 你这丫头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老狐狸 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这一点 严老爷子没有否认 放眼眼睛 谁家的女儿 可以和她的女儿相比